23號上午10點55分 侯友宜進入馬辦等待 跟柯文哲會談 這一等五個小時 柯文哲就是不願意來 他直奔郭台銘家 後來又訂在軍越飯店 要求侯友宜過去 下午4點40分 馬侯朱抵達軍越 沒想到三人哭作快半小時 柯文哲跟郭台銘 才從密壇校方間出來 跟侯友宜會面 藍版談合作卻出現了郭台銘 侯友宜要講話 郭台銘竟然打斷先開槍 今天非常謝謝 朱雨來我要請到會來 我是主人 對不起 我講大家的問題 我們應該請過來 請主席講一下 站在什麼立場 柯文哲拉著郭台銘 但郭台銘現場 直接攪亂藍版協商 還要朱立倫馬英九離席 我今天是三人協商 我跟侯市長講好的 就三個人 那今天就不會不述之客 作為中共國民黨的黨主席 陪同我們的總統候選人 來參與今天的 在野的審核的會議 具有正常性也是必要性 為什麼郭台銘會亂入藍白協商 侯友宜念出柯文哲給他的簡訊對話 時間在他家也可以 不然就找一個飯店都可以 他需要找一個旅遊 所以給他面子也是好的 柯文哲說要公開透明協商 當郭台銘協邀侯友宜到小房間去 講當場被吐槽 開一個小房間 在那個地方 這麼重要的時刻 再談哪些事情 都不適宜 柯台銘的房間 是私密室 我們還是公開透明 藍白到底怎麼合 柯文哲當初白紙黑字簽協議 如今卻不認統計誤差範圍 強調只有自己當政的才最強 郭台銘和他的發言人 讓藍白協商成辯論現場 離譜的發言跟攪局 最後連柯文哲都開嗆 總統登記截止前倒數時刻 民眾期待藍白和峰迴陸轉 但郭台銘荒槍走板的亂路 柯文哲跟民眾黨的態度 讓期待合作的基層 民眾看得心全良 記者是紅的張宥慈 王志恆 李宣 SG小組 台北報導